伊朗作为所谓的抵抗运动雇主 大哥靠不住 几个小弟有没有可能 串起来给以色列图纪 过去两天由于公务非常繁忙 所以暂时断隔了两天 今天赶紧跟上 随着世界局势的复杂的变化 现在中东局势越来越错综复杂 昨天2月8号 珍珠岛方面宣布他的秘书长 被以色列在一次巨型的空袭当中炸死 据说就得到消息 一起被炸死至少在几百个人左右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 今年7月底以色列在德黑兰 杀死了哈马斯的一个领导人之后 现在对珍珠岛领导人 采取了又一个其中的一个攻击措施 而且这位领导人应该说是 珍珠岛到末时为止数一数二的人 纳斯阿拉 纳斯阿拉今年这个才62岁 他1992年的时候 在他32岁的时候 就接替了当时也是被以色列 杀死的珍珠岛的领导人 那么一晃33年过去 而且在过去33年过去当中 这个纳斯阿拉 因为他这个军事能力啊 领导人力啊 包括财政能力啊 相当度错 把珍珠岛逐步的 从一个可以说是善兵流勇 真的是一个恐怖组织 现在变成了黎巴尔的一个执政党 成为这个掌握国家政权 同时拥有财政大权 政治领导权 同时当然也有合法的军队的 这么一支力量 但是没想到 在这个被以色列的控制当中死亡 那么下一步情况到底会怎么样 从目前情况来看 这个显然 内党尼亚胡 这个为代表的以色列的强硬集团 是一不说我哈尔布修 而且在这个马上要来到的10月7号 就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这个突袭 包括哈以冲突 行将周年之际啊 内党尼亚胡显然想通过这样一些强硬集团 对他的内政有所交代 这个显然 之前我曾经讲过的这个timing 这个时机 是非常要讲究的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划分几遍说 一个是从内党尼亚胡 为代表的以色列强硬集团 他的下游的计划 第二个呢 当然从所谓的受害者 就是珍珠党 包括哈马斯 包括他们后面的共主 伊朗 到底下一步会有什么反应 而且伊朗的反应感 最近几年 那就是非常的诡异 到底是在某一步大期 还是真的是已经是前驴即穷 第三个当然美国了 还有美国为所的西方国家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说起吧 这个美国现在是最尴尬的 而且这个台队的讲 离开现在美国大选 11月5号日益接近 无论是拜登现任的美国政府 还是哈里斯民主党的候选人 恐怕要从中东那儿分到一杯 跟拿到一个筹码 以及为他的选举来助力 恐怕什么也没有的事情 说实在的 在未来三年几天时间里面 这个中东局势不计划 就已经烧高枪了 而从目前情况来看 在未来三年时间里面 尤其在7号之前 就是哈马斯 偷袭以色列 而且哈尔战争 行将中年之际 局势计划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这个可能性呢 坦率讲又是在 中国国庆长假期间 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这个今天 29号了 大家知道在我们全国各地 已经慢慢进入了 国庆小长假的 这么一种氛围 基本上很多朋友 已经开启了小长假的模式 但是我建议大家 在春节期间 什么事都可以不用做 我们这个视频不准不看 随时跟踪 有注视马迹 我都将在第一时间 这个和大家 这个进行通报 同时进行第一时间的结果 当然 我们资产会的研究团队 也将一路旧往的 严正以待 又大事发生 资产会就对我们的会员 从经济 事业 现在投资 大家知道这几天 各种的这个股市 都在猛涨 这个从股市的角度 会给大家做 第一时间分析 所以朋友们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 既关注我这个视频 同时也关注 资产会 我们研究团对有关 这个包括中东局势 战略的国际局势 对我们的投资 环境的影响 当然你最需要关心的 就是今天晚上 7点45分 我们开始的一个直播 扎扎实实的有关 所有的这一切 到今天为止 至少在未来三天 对股市的影响 朋友们可以一次 私信我 这个直播二字 就可以获得联络 好 那么现在 这个美国方面 恐怕是没有的事情 而且局势会不断的计划 当然特朗普目前有可能 是会最大的一个捡钱包车 这个事儿就以后再讲 第二个呢 我们看看内拉尼亚胡 内拉尼亚胡为代表的 这个以色列强义集团 显然是一不受而不休 这个一定要在10号之前 取得决定性的战功 好 那么这个决定性战功 对以色列来说 到底意味着是 正常领导人被斩首了 坦率的讲 斩首的这个已经做到了 就此收兵 还是下一步 而且现在从法国和美国来说 另外的尴尬在于 大家知道前几天 联合案例会开会 法国和美国还提出 要21天的休战 21 days 现在根本没有做 所以内拉尼亚胡 显然 我个人认为 它不会仅仅在 珍珠党的首脑 被斩首之后 散发甘休 它未来一定会继续去 虚弱 珍珠党的武装力量 而对珍珠党来说呢 它下一步 能不能在未来几天里面 马上选出一个领导人 恐怕也是很难的事 所以一个领导人 那一定要有接班人 如果没有接班人的话 恐怕 这时候 啪的一下出事 这个内部的危机 就会非常深重 好 第三步 那我们来看看伊朗 坦率地讲 伊朗现在 最近 你不要说 最近一年 而且最近几年 它的屡次反应 都让人感到 不是在下一班打击 而是真的某种程度是千里击击的 你看从2020年 新冠疫情还没来 2020年开始就是那一年的1月3号 苏兰曼宁将军在伊拉克国际机场 被特朗普下令的无人机给定点清楚 这完全是一次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而且当时伊朗说 发誓说我们将在2020年的那一年 让美军在中东的尸体血流成河 知道了吗 什么也没有发生 当然 我们可以说 只有个实际的理由 因为那一年新冠疫情 楼上了全球 好了 到了那一年 帮我一下2020年的下半年 有一个伊朗的核科学家 在自己首都 得黑兰的胶外 被以色列的特工 也是定点清楚 在汽车上定点清楚 这种事情多了去 然后一直到 最近几年 不断地有伊朗高官被暗杀 那么最近的就是哈马斯 哈马斯的领导人 今年7月底的时候 好像整整 真的是两个月之前 在7月底的时候 在伊朗手中得黑兰 也几乎一定点清楚的方式被杀害 那么这个谈论的讲是 无论对于国家的主权 对于国家的尊严 还是对于他作为 抵抗组织的一个共族 他的威望 他的江湖地位 其实都是有深重的影响 好了 那么这一次又来了 珍珠岛在收闹 可以说那么万 被清除 伊朗到目前为止 不足以止 不能说尽得风流 后面啥风流也没得到 但是一句话也不说 据西方媒体分析 说现在这个伊朗 他这个讲是自古不强 因为美国啊 或者是以色列啊 情报机关在伊朗的内部的渗透 是非常厉害的 牵一发动全身 所以此时此刻伊朗 基本上就是嘴巴叫到嗷嗷响 但实际行动 什么都没有 这一点呢 坦率地讲 无论是以前胡赛武装啊 还是哈马斯啊 还是徐利亚啊 包括珍珠岛 各方都心知肚明 老大是靠不住的 伊朗他作为 所谓的一个抵抗运动的共族 大哥是靠不住的 还被靠自欺 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两个月之前 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 被定点清楚 现在珍珠岛领导人 被定点清楚 胡赛武装同样是如此 大哥靠不住 几个小弟有没有可能 串起来给以色列突击 同样也是选在 这个哈马斯突击 以色列行将周年之际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因为有时候大哥 登高一呼 当然容易 但大哥有大哥的难处 大哥有大哥的考虑 而这个小兄弟 连起手来 其实一点毛病有没有 以色列一个反击 包括去年10月7号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 现在看起来显然是 问题的一个导火线 或者说一个局势转化的 一个转制点 但当时哈马斯 跟伊朗商量了吗 跟伊朗商量没用的 伊朗会自杀的 哈马斯跟珍珠岛联手了吗 根本没有联手 完全是哈马斯自己 单独行动 所以啊 既然是内塔尼亚胡 说要在周年之际 行将周年之际 要他拿出来战果 那么他的敌人 他的对手 又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大家一定要高度关注 我们开始国庆假期 这个国庆假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 中东局势的一个转制点 当然我们希望不是 因为任何一个日来合并人们 都不希望这个火中取利 但是呢 中东局势恐怕发展 不适应你我的善良 为转制点 当然我们尤其管行现在 比如中国股市 或者地区股市 好不容易现在开始 打理一下 开始回稳 至少是策略性 短期性回稳 会不会由于被 国庆假期 吐露起来 有可能 甚至非常有可能来临的 这个中东局势被打乱 我们非常关心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喜欢明家分析 记得给like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紧要按这个钟仔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 请不吝点赞